尾聲的最後一集是不是有點感傷啊 然後一會大家都培養出了什麼樣的默契 我們去幫我們看一下 對 因為我們明天是最後一集 然後我們其實我們朝夕相處了四個月 然後大家的感情都非常好 真的很捨不得大家 就是剛剛有在見面會上播放一個幕後話劇的影片 那其實在台中這樣子密集的拍戲 其實大家聚在一起就是感情很好 那我覺得就是 當然除了現在現場的觀眾朋友 那我也很希望就是大家可以 一直follow三明治女孩的第11到18集 那希望在電視機前面的朋友可以鎖定 繼續鎖定三明治女孩的逆襲 拍戲最難忘的時候是什麼時候啊 拍戲最難忘的時候 有哪一幕嗎 對啊 講個比較印象深刻的 其實郵輪上的都蠻難忘的 因為郵輪上就是抱著 懷抱著想要去遊玩的心情 但是就是因為很多遊客在上面 所以我們必須要找時間拍 就會變成很壓縮很趕 然後又就很像一群很想要在郵輪上 就是去了遊樂園玩 但是卻沒辦法玩的小朋友們這樣子 但是又有很多台詞要記很多的戲要演 那時候我記得最好玩就是在浪上面這樣子 那明天三明治交播最後一集了 子虹要不要幫你的朋友洪正 就是鼓勵一下 祝福他一下 因為他要接放你們下個禮拜 應該會不會有壓力 對於洪正的實力我覺得是完全沒有壓力 我只有兩粒啊 沒關係我自己知道就好 然後我是真的希望大家就是一定要follow下去 就是不管三明治女孩的逆襲就是結束了 那高校英雄傳也一定要看 因為我自己在看那個前面的一些前導什麼的 我就覺得這個角色還有這部戲真的非常不一樣 那我相信他絕對是好看的 所以我希望就是我們三明治女孩這些觀眾 那也可以就是繼續的那個在鎖定每晚的 每個禮拜的台式的十點這樣子 繼續鎖定高校英雄傳 那我們就要他回應一下他給你的祝福 對順便說你剛好跟他談一下 你說剛好你的兩個老隊友 是其實今天 還有邵翔也其實也 對今天這個場合倍感親切 因為我跟陳翔是已經認識了 陳翔 陳翔 出哥可能用抱沒有辦法用親 我真的要跪下了 少祥哥 硝翔哥 其實他以前一直都對我很隨便 所以無所謂 少祥 少祥哥真的是很照顧的一個大哥哥 就是從終極三國開始 2009年我永遠不會忘記 跟他一起拍了一年四個月 馬超黃中永遠是就是怎麼講 男男最強是一哭 你不要緊張沒關係 我們那時候可是 瑪莉亞跟約翰欸 每天都黏在一起 哇那感情真的是 真的是 沒辦法再超越了 真的太早了 太厲害了 今天就是看到 邵翔 還有 陳翔 沒有接到 對你到底跟陳翔怎麼了 沒有沒事沒事 還有那個子虹啦 對啊就是都是 算是 老戰友 就是在之前的團體 都是有一起奮戰過的 所以說 這一次能夠接下 三明治女孩的逆襲的 這個收視祝福 非常的覺得 很有怎麼講 很有感覺 就是我們覺得一定可以 就是keep住他們的收視率 然後頂住 千萬不要往下掉 就是要維持住 他們邀請他們來客串 喔當然可以啊 就是如果說老隊友的話 可以當我的助理教練 那其他的不好意思 只能當學生 所以你這幾位老師這個角色有做什麼準備嗎 是教練 對不起 不好意思 因為我入席現在很深 是 教練好 就是這個教練這個東西 因為他是打棒球的 那我也知道說 棒球這個東西 是非常多人喜愛的運動 所以在開拍前 不只我 其實其他的演員群也都有一起 到了那個 Lamingo的那個 國際棒球場 去接受一些 專業的訓練 那當然不敢說 自己 接受了一兩天的訓練 就會有多麼了不起 但是這也是電視的魅力 魅力所在 我們可以把這些 碎的鏡頭 還有一些 我們可能自己本身打不到的東西 透過畫面來呈現給大家 對